弥加书第一章 在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迦执政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临到摩利沙人弥加 是关于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话 万民啊 你们都要听 地和地上所变满的 你们要聆听 主耶和华要指证你们的不是 主必从他的圣殿指证你们的不是 看哪 耶和华离开自己的地方 他降下来 踏在地的高处 群山在他脚下融化 重骨裂开 如蜡在火前一般 像水冲下斜坡一般 这都是因为雅各的过犯 以色列家的罪恶 雅各的过犯是什么呢 不就是撒玛利亚吗 犹大家的罪恶是什么呢 不就是耶路撒冷吗 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成田金的废堆 做栽种葡萄之处 我必把撒玛利亚的石头倒在谷中 连他的根基都露出来 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 他全部的钱财都要用火烧尽 他所有的偶像我都要毁灭 因为从妓女钱财榨取的最后也必归为妓女的钱财 为此我要痛哭哀嚎 赤膊光叫而行 又要哀嚎如豺狼 悲鸣像鸵鸟 因为撒玛利亚的创伤无法医治 并且殃及犹大 只逼我子民的城门 就是耶路撒冷 不要再加特报信 不要再巴哥哭泣 却要在伯亚弗拉打滚于尘土中 杀匪的居民啊 你们赤身羞愧走过去吧 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 伯以薛人的哀嚎要把你们立足之地夺去 玛利的居民 期待得着幸福 因有灾祸从耶和华那里降下 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 拉几的居民啊 要用快马套车 这就是西安子民最恶的开端 因为以色列的过犯都在你那里找到了 因此要把庄帘送给摩利社加特 雅各西的各家 必用诡诈对待以色列的众王 玛利沙的居民啊 我要再使那征服你的来到你那里 以色列的荣耀 必去到亚杜兰 犹大 为你所喜爱的儿女 你要剃头 使你的头光秃 完全光秃 如同秃鹰 因为他们都从你那里被掳去了 弥加书第二章 那些在床上图谋不易 并且行恶的人有祸了 因为他们的手有力量 天一亮就做出来了 他们要田地就去抢夺 想要房屋就去抢取 他们欺压人和他的家眷 取人和人的产业 因此 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策划灾祸攻击这家族 你们无法缩起景象 避开这灾祸 你们不能昂首而行 因为这是个灾难的时代 到那日 必有人做歌讽刺你们 唱悲伤的哀歌说 我们彻底被毁灭了 我子民分内的产业 他竟转给别人了 他怎可从我这里挪去 把我们的田地 分给掳掠我们的人 因此 你在耶和华的会众中 并没有抽签 拉准绳的人了 有人预言说 你们不要说预言 人不可预言这些事 羞耻不会临到我们 雅各家 人怎可说 耶和华的心着急 不能忍耐呢 这些是他的作为吗 我耶和华的话 对形式正直的人 不是有意的吗 你们却像仇敌一样 起来攻击我的子民 你们竟从安详 过路的人身上 剥去衣服 从不愿作战的人身上 剥去外衣 你们把我民中的父女赶逐 离开欢乐的家园 你们把我的尊荣 从他们的婴孩身上躲去 直到永远 起来 走吧 这不是你们安息之地 你们因为不洁净的缘故 必被毁灭 是不可挽救的毁灭 若有人随从虚假的心 撒谎说 我要向你们说清酒和烈酒的预言 那人 就是这名的预言家了 雅各家 我必召集你们所有的人 聚集以色列的渔民 我要把他们安置在一起 向羊在羊圈里 向群羊远离的人 在草场上喧哗 开路的人领先上去 他们开路 闯门进入 又从门里出来 他们的王 在他们面前走过 耶和华领导他们 弥迪迪迦书第三章 雅各的首领 你们要听 以色列家的官长 你们也要听 难道你们不知道公平吗 然而 你们恨物良善 喜爱邪恶 从人身上剥皮 从人骨头上剔肉 你们吃我们的肉 剥他们的皮 打断他们的骨头 切成像锅里的块 像腹中的肉块 那时 他们要向耶和华呼求 耶和华却不应允他们 到那时 耶和华必也面不顾他们 因为他们行了恶事 关于那些使我民走迷路的先知 耶和华这样说 他们的牙齿有所咀嚼的时候 就大叫平安 谁不把食物给他们吃 他们就攻击那人 因此 你们只有黑夜 没有异象 只有黑暗 没有末世 对先知 日头要下落 为他们 白日变为黑暗 先见必爆愧 得末世的人要蒙羞 他们都必掩着上唇 因为没有神的答复 至于我 我却借着耶和华的灵 满有力量 公平和能力 可以向雅各述说他的过犯 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 雅各家的首领 你们要听这个 以色列家的官长 你们也要听 你们厌恶公平 去往正直 用人血见习安 以罪孽造耶路撒冷 城中的首领为贿赂而审判 祭司为信奉而教导 先知为银子说墨事 他们竟倚靠耶和华说 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 灾祸必不会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 为你们的缘故 西安必向被耕种的田地 伊路撒冷必变为乱堆 这垫的山 要成为丛林中的高刚 弥加书第四章 到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垫的山 必矗立在万山之上 高举过于万岭 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必有多国的人前来说 来吧 我们上耶和华的山 登雅各神的殿 他必把他的道路指示我们 我们也要遵行他的道 因为教训必出于西安 耶和华的话 要来自耶路撒冷 他要在多族中施行审判 为远方的强国断定是非 他们必把刀剑打成篱头 把矛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个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 和无花果树下 无人惊吓他们 因为万君之耶和华亲口说过了 虽然万民各奉自己神的名行事 我们却要永远奉耶和华 我们神的名而行 耶和华说 到那日 我必招聚瘸腿的 集合被赶散的 和我所苦待的 我必使瘸腿的作渔民 使软弱疲乏的成为强国 耶和华必在西安山作王统治他们 从现在直到永远 你这羊群的守望楼啊 西安女子的俄斐勒啊 从前的权柄必归给你 就是耶路撒冷女子的国权 要归还给你 现在 你为什么大声呼喊 难道你们中间没有君王吗 或是你的谋士灭亡了 以致疼痛抓紧你 好像临产的妇人呢 西安的女子啊 你要疼痛取劳 好像临产的妇人 因为现在 你要从城里出来 住在田野 一定要到巴比伦去 在那里 你要蒙拯救 在那里 耶和华必救赎你 脱离仇敌的掌握 现在多国的民集合起来 攻击你说 愿西安被蹂躏 愿我们亲眼看见西安遭报应 但是 他们却不知道 耶和华的意念 也不明白他的谋略 他收集他们 好像把河捆收集到河场一样 西安的女子啊 起来踹鼓吧 因为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 使你的蹄成为铜 你必粉碎许多民族 把他们所得的 作为当灭之物 献于耶和华 把他们的财宝 献给全地的主 弥加书第五章 女子啊 现在你要聚集成队 仇敌正在围攻我们 他们用仗 击打以色列执政的脸颊 不立衡 以法他 你在犹大诸城中虽然细小 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 为我做以色列的统治者 他的根源从太初 从亘古就有了 因此 耶和华必把以色列人交给敌人 直到那要生产的富人 生下儿子来 那时 他其余的兄弟 就必归回以色列人那里 他必站立起来 靠着耶和华的能力 靠着耶和华 他神证明的威严 牧养他的羊群 他们必然安居 因为那时 他必尊大 直到地极 这就是那带来太平的 亚述人入侵我们的国土 践踏我们宫殿的时候 我们就要兴起七个牧者 八个做领袖的人攻击他 他们必用刀剑治理亚述地 必用剑锋治理宁禄地 亚述人入侵我们的国土 践踏我们境界的时候 他必拯救我们 脱离亚述人的手 那时 雅各的渔民 必在许多民族中 像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 又像甘林降在草上 不期望于人 也不等候世人 那时雅各的渔民 必在万国中 在许多民族里 像树林里拜寿中的狮子 又像幼狮在羊群中 他若经过 就必践踏 撕碎 没有人可以拯救 愿你的手 举起高过你的敌人 愿你的一切仇敌 都被剪除 耶和华说 到那日 我必从你中间 剪除你的马匹 毁灭你的车辆 拆毁你国中的城市 庆赴你的一切保障 我必从你的手中 除掉巫术 你那里就不再有战谱的 我必从你中间 除掉你雕刻的偶像和住相 你就不再跪拜 你手所做的 我必从你中间 除灭你的亚瑟拉 毁灭你的偶像 我必在愤怒和烈怒中 向那些不听从的列国 施行报复 弥迦书第六章 你们当听耶和华所说的话 你要起来向大山争辩 让小山可以听见你的声音 大山啊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争辩 大地永久的根基啊 你们要听 因为耶和华与他的子民争辩 和以色列争论 我的子民啊 我向你做了什么呢 我在什么事上叫你厌烦呢 你可以回答我 我曾经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 把你从维奴之家赎出来 我也拆派了摩西 亚伦和米利安在你前面行 我的民啊 你们要追念 摩亚王巴勒图谋过什么 比尔的儿子巴兰又答应了他什么 以及你们从石亭到极架所发生的事 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 我朝见耶和华 在至高的神面前叩拜 当献上什么呢 我朝见他的时候 当献上反计 当献上一碎的牛犊吗 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 或是万万的游和吗 为我的过犯 我可以献上我的长子吗 为我的罪恶 献上我亲生的孩子吗 世人啊 耶和华已经指示 你什么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又是什么 无非是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谦虚谨慎 与你的神同行 听啊 耶和华向浙诚呼叫 敬畏你的名就是智慧 支派和城里的会众啊 你们要听 我怎能忘记 恶人家中的不义之财 和那些可咒诅的小生斗呢 用不义的天平 和带中诈骗的砝码的人 我怎能算他为清洁呢 城里的财主充满了强暴 其中的居民也说假话 他们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 因此我击打你 使你生病 以你的罪恶 使你荒凉 你要吃 却吃不饱 以你的腹中 常有疾病 你要怀孕 却不能生下来 你生下来的 我都要交给刀剑 你要撒肿 却不得收割 你要榨橄榄油 却不得油抹身 你要榨葡萄汁 却不得酒喝 你跟随了案例的规律 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 顺从了他们的计谋 因此 我必使你荒凉 使你的居民被吃笑 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 倪加书第七章 我有货了 因为我好像夏天采摘的果子 又像摘剩的葡萄 没有一挂可吃的 也没有我心所想望 早熟的无花果 前进的人从地上灭绝了 人间也没有正直的人 人人都埋伏着要流人的血 个人都用网罗 列去自己的兄弟 他们双手善于作恶 官长和审判官都要求报仇 达官贵人说出心里的欲望 他们歪曲了一切 他们中最好的也不过像荆棘 最正直的也不过是有刺的篱笆 你的守望者所预言的日子 和你被监察的时候已经来到 现在他们必要慌乱不安 不可信靠灵舍 也不可信任朋友 要守住你的嘴唇 不可像躺在你怀中的妻子透露 儿子藐视父亲 女儿抗拒母亲 媳妇与婆婆作对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 至于我 我却要仰望耶和华 我要等候那拯救我的神 我的神必应允我 我的仇敌呀 不要因我的遭遇而高兴 我虽然跌倒了 却必起来 我虽然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却必做我的光 我要担当耶和华的愤怒 因为我得罪了他 直到他审断我的案件 为我主持公道 他必把我领出来 到光明中去 我就得见他的公义 我的仇敌看见了 旧必蒙羞 就是那曾经对我说 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的人 我必亲眼看见他遭报 那时他必被人践踏 好像街上的泥土 必有一天 你要重建你的城墙 到那日 你的地界 必扩展到远方 那日 必有人来归你 从亚树到埃及 从埃及到大河 从这海到那海 从这山到那山 必有人来归你 然而 大地因其中居民的缘故 又因他们行为的恶果 必一片荒凉 求你用你的杖 牧放你的子民 就是你产业的羊群 他们安然独居在树林里 在家美的田园中 愿他们在巴山和激烈得着牧养 像古石一样 就像你从埃及地 出来的时候一样 把歧视显给我们看 愿万国看见 就为自己的一切势力而惭愧 愿他们用手掩口 耳朵变聋 愿他们舔土像蛇 又像在地上附行的动物 愿他们战战兢兢地 从他们的要塞出来 带着惊慌的心 来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 因你的缘故而惧怕 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 不追究产业之愚民的过犯呢 他不永远怀怒 因为他喜爱怜悯 他必在怜爱我们 把我们的罪孽都践踏在脚下 又把我们的一切罪恶都投在深海里 你必向雅各显成实 向亚伯拉罕施慈爱 就是古时 你岂是应许我们列祖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